中文SPL超級籃球聯賽 舉辦主題周活動的台灣銀行 要碰上好手雲集的富邦勇士 不過台銀的氣勢跟表現 是一點都不出給對手 一個陳順祥和竹框李維哲 開賽都端出三分球來歡迎對手 洋將賈西亞也頻頻展現速度 和中距離的偷懶手感 注意SILENT則是發揮他的身材優勢 光是上半場只有二十分 十籃板進帳 上半場的比數 富邦四十五比四十六是一分落後 一賽到第三節 要先來攻擊哪一把射手陳順祥 這個三分球讓他成為紀田磊 李正如和周旋之後 SPL的第四位加有四千分自樂部的球星 只代表不知活力夠穩 也得健康在聯盟徵轉夠久才行 極可惜這一節除了陳順祥和格爾西亞 其他的隊友都稍稍的降溫 也給了富邦在三級打完 六十四比五十九逆轉的氣筋 台銀的跳跳人楊將格爾西亞 這場的投籃手感還不賴 也幫助球隊在第四節始終僅有對手 沒有被拉開到雙位數的分差 然後西亞這場比賽二十六分 十六籃板 double double 有三分的麻辣火鍋 只可惜塞了三十分 二十籃板更猛 球隊之幣也有更多的本土球員挺身而出 林樹維攻下了十五分 蔡文成十四分 十四籃板 還有三次的抄截 另外一個數據值得探討 就是富邦勇士團隊籃板 四十九比三十六大幅領先 光是在進去得分 六十六比二十 就讓台銀相當頭痛 中場的比數 八十七比八十 富邦勇士收下勝利 來接訊商超 黃河軍 綜合報導 小聲 查看